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这两年发展非常迅猛的综艺时代 各种各样类型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 如果要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闯出一番名堂 那绝对是相当厉害的 当然,除了这些新综艺之外 老牌综艺要是能够保持热度和收视率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说起目前依然活着的这些综艺代 要说最受欢迎的,那必须要提一下跑男 从一开始每年一季的稳定输出 发展到现在每年两季的播出 一季正片,一季工艺片 实话实说,这样的玩法真没几家敢玩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毕竟每年做一季正片都很难 更别说是再做一季衍生工艺片了 不过,跑男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每一季播出之后收视率都能甩对手一大截 即便是现在的常驻嘉宾阵容没那么稳定 但收视率依然不会差 说实话,我觉得每一季能取得好成绩和李晨、郑凯、Angela Baby 三位老成员脱不了关系 毕竟这三位是为节目打江山的人 只要有他们在,这档综艺的灵魂就在 当然,在现在的跑男节目中 李晨、郑凯、Angela Baby三位的存在也就是一个灵魂 其他作用并不大 你要说搞笑的话 每期的笑点很少是这三位制造出来的 你要说运动的话 现在又没那么多运动项目 相比之下 杀意、周深、白露、范澄澄这四位倒是挺有用的 每期都能制造出无数的笑点 大家经常会听说一个道理 那就是做喜剧比做悲剧要难 让人笑是非常难的 不管是做游戏斗人笑还是聊天斗人笑 只要是做这件事就非常难 跑男之所以能在搞笑综艺这一块立于不败之地 一方面是几位嘉宾够给力 一言一行都能抖出来包袱 另一方面就是节目设计的游戏环节也很适合搞笑 只要认真玩都能创造出笑点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游戏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要说的是泥潭大战 简直是能把人笑疯了 在这期节目刚刚录制的时候就曾有过路透 当时只是看那些路透我就忍不住想要快点追正片了 当我看到正片之后 果然是被彻底逗笑了 这样的游戏是根本不需要刻意搞笑的 大家只需要尽情玩就足够了 毫不夸张地说 每一位嘉宾在这个环节都不拉垮 甚至可以说后期减谁都是笑点 平心而论 这期节目整体还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却有一些不得不吐槽的地方 一期节目四人被骂 跑男节目组赢了流量输了口碑 第一 白露 在考记忆力的游戏中 白露和周深对战 因为接连几次抢不到答题权 以至于白露有点生气 实话实说 这种事情其实也很常见 毕竟谁玩游戏不想赢呢 换句话说 谁抢不到答题权也着急 也会有些生气的 不过 白露却因此被骂了 网友说他有点挂脸了 有点玩不起 甚至有些观众还说这已经不是白露第一次这样了 在很多游戏中白露都是赢了满脸笑容 输了就挂脸 除了抢不到答题权挂脸之外 白露还因为帮杀意抢答而被骂 如果要说人们在旁边提醒是违规的话 那白露这样的玩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作弊 当然我觉得白露不应该被骂 毕竟节目组并没有说不能代拍或者提醒 作为节目组来说 我觉得应该制定出公平的规则 要不然就会玩得很乱 有很多的一难评 即便是在设计游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 在正式玩的时候也是可以随时叫停这种作弊行为的 第二 周深 因为在这次的游戏中白露对战的是周深 所以白露被骂了周深自然也就躲不过了 大家看到白露被骂之后便有人开始抱不平 说这次的比赛是周深作弊在先 在抢答的时候 周深每次都是在姚一天导演读完十位数的时候就开始拍了 换句话说 周深是在抢拍 在十位数和个位数中间抢拍 一般来说导演是不会发现的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读完整个题号 如果要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 周深这样玩确实是算作弊 这啊 这一切还真不能怪周深 要怪就怪节目组 因为并没有规定说不可以这么玩啊 第三 范成成 自从范成成加入到跑男以来 观众对她的吐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方面 范成成的碎嘴子有时候确实是挺招人烦的 另一方面 范成成的运动细胞真的是太差了 别看范成成那么大个子 只要遇到运动游戏秒便体力废物 毫不夸张地说 范成成玩四名牌连对战周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更别说对战李晨和郑凯这些人了 在本期的节目中 虽然没有撕名牌 但是有同款对抗游戏撕妖旗 在这个游戏中 范成成和孙珍妮对战 结果是范成成输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人们自然是免不了会骂范成成废了 居然连一个女生都打不过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看跑男孩是很喜欢有运动类的游戏项目 但是范成成这样的体力真的是让人失望到家了 范成成被骂并不冤 毕竟她的体力确实是非常差 输给女生确实不应该 对孙 孙珍妮 范成成和孙珍妮对战被骂了 那孙珍妮自然也是免不了被骂了 孙珍妮被骂的点还挺多的 首先 孙珍妮求饶 孙珍妮说自己的女生 而且是第一次来 于是求范成成让一让自己 孙珍妮这个操作还是让人非常尴尬的 毕竟女生只需要撕一条腰带就能获胜 节目组已经考虑到公平性了 在以往的对抗类游戏中 Angela Baby和白露两位女生也经常会遇到和男生对抗的时候 他们也会示弱 但绝对不会用性别去道德绑架对方 而是会拼尽全力去和对方一战 对比之下 大家更是觉得孙珍妮的态度有些尴尬了 其次 孙珍妮不让范成成抓手 在这样的对抗游戏中 规则就是允许抓手控制对方的 而且在加更版中 节目组也明确说了可以抓手 本来女生只需要撕一条腰带就可以赢了 这已经有很大优势了 孙珍妮还明确表示不让范成成抓手 这就真的有些太欺负人了 男生和女生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抓手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毫不夸张地说 男生和女生对抗 只要男生认真玩肯定必胜 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女生很容易受伤 如果要是抓手的话 相对来说会让女生输得更痛快一些 也可以避免一些伤害 最后 孙珍妮撒谎欺骗范成成 这一点是最让人受不了的 也是让观众骂得最惨的一点 在撒娇求饶的过程中 孙珍妮说自己曾经给范成成投过票 对于范成成来说 听到这样的故事自然是会心软的 这啊 谁承想在节目之后的加更版中 孙珍妮却说她根本没有投过票 只是为了骗范成成而已 孙珍妮不仅明确表示没投票 而且还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 觉得自己非常聪明 看到这样的操作之后 很多观众都骂孙珍妮真的是太没有情商了 话说孙珍妮和范成成都是爱豆 按理来说孙珍妮能够体会到投票 对一个爱豆的重要性 其实孙珍妮完全可以一直撒谎 说自己就是投过票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谁都没想到 孙珍妮才刚刚因为长月静明 走红接到一些好资源 这次一下就输掉了好口碑 真的是太惨了 一期节目居然有四位嘉宾被骂 正所谓黑红也是红 这让节目也是收获了一大波流量 但是节目的口碑却受到了很大影响 因为只要仔细分析的话 很多东西都是和节目组托不了关系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如果大家可以评讯尽 grabbed都要 如果通过电子 Allies涵画另外一把